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继佛典化金篇 主著先佛为继攻活佛 第十七章 立志方有可为 继攻活佛将 诗曰 海上行船舵把持 人生力势至无穷 前程奋斗光明处 只要恒心事有为 盛世 人生处世 立志为首要 有如海上行船 掌舵航线 数能无偏而安全到达目的地 故为人立志 奋斗方针已定 事有可为而得成就也 云 要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但人各有志 不能勉强 若有人立志做大官呢 为官参政 处世切宜留意公正 所谓 身在公门好积德 凡事能存天地良心 不以贪图名利为目的 则为官造福人群 亦是大好功德也 可惜为官者 却有人只沉迷于高官显觉 欲得享尽荣华富贵 虽有体恤民苦之好官 却也有挂万漏一只鱼也 时逢舒适之秋 人心为威 立志向善作大事者 寥寥无几 图探奈何 所幸圣门诸子 牺牲奉献 上体天心 待天喧哗 而能不遗余力 拯救生灵与沉沦之境 此至堪位也 圣事者 为之行古圣先贤之道 劝化众生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修持心性 唯有持志以恒 惜圣惜贤不难了 圣佛先神 亦可见正也 凡夫俗子处事 不论站在那一个岗位上 若果能够持志从事 不为困境所阻挠 不为错者所丧志 在正也咸鱼之时 能够修身养性 陶也性情 如此不但素质 可得默化提升 亦为成功之要素 为什么修养 是成功的要素呢 哈哈 你不明白吗 在你的工作岗位中 咸鱼时间 如果不能安排正当的消遣 一旦陷入了 生色犬马的粉红陷阱中 酒色乱性 亦使世人日趋颓迷 于是在销魂阵中 埋没了雄心壮志 如果你能够 好好利用咸鱼的时间 或入圣门凤圣 或在家言阅善书 岂非可以避免 陷入迷魂阵里 而影响了正也 啊 师尊说得有理 弟子真是茅塞顿开 但是 前面所说的理论 却主要有一个因素 做有力的后盾才行 弟子知道 那就是必须持至有恒 对了 凡事都必须持至已恒 事才有可为 与于 为山九任 功亏一篑 做事最怕没有立志 半途而废 如果能够贯彻到底 不向困境低头而退却 总有一条光明的路可走 世间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世人以此免之而行吧 可以 今夜著书至此结束 老纳回 弟子恭颂师尊回天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 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 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 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 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 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级老母从无级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级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恒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祝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拿谋弥勒净佛后 回向愿往生净土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